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常见的就是眼压膏 伤到视觉神经 清光眼有两种 一种是极性清光眼 一种是慢性清光眼 极性清光眼是怎么样会造成极性清光眼 极性清光眼发生在眼睛构造的不同的人的身上 那些远视眼的人特别容易有 对 远视眼 然后再加上白内障来了 它就可以引发极性清光眼 而近视眼的人通常都不会有清光眼 近视眼的人有慢性清光眼 远视眼的人有极性清光眼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 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可能有清光眼 清光眼 极性清光眼 突然间看不见 很痛 瞎了 一个眼睛 你不可能不看医生 痛到你根本不能接受 痛到你又呕又吐又看不见又胖光 所以你不可能不看医生 那是极性清光眼 慢性清光眼没有症状 很慢很慢很慢来 等到哪一天你说我看不见了 你去看医生 医生就说没得救我了 你慢性清光眼你根本不知道 已经完全伤到视力了 那就等于说等到发现可能就已经失明了 对 就已经造成了永久的伤害 所以清光眼遗传因素决定 慢性的也好 急性的也好 都是遗传因素决定 如果家里有遗传因素的 那就要及早检查 如果你是远视眼很深的 那更要检查 那罗医师我们清光眼虽然跟我们的遗传有很大的因素 但是他有没有一个高 在什么年龄是高发期 越大年纪越高 但是通常45岁以后 就应该要做一次眼睛的检查 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清光眼的可能 眼科医生一看就知道 看你眼球的结构 构造 就能够判断你这一辈子 到底得清光眼的机会有多少 一看就大概知道 所以你前面刚刚讲到 当然因为慢性的清光眼 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只要一旦发现 如果不做检查的话 一旦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可能失明了 对 那也没有办法用手术再去做任何的救回来 就是恢复视力 神经伤道是不会再生的 OK 医生的工作清光眼来说 就是让你不再坏下去 你能够有多少视力 就保持你现有的视力能够做到的 暂时来说医学上只是发展到 这样子的阶段 控制 没得根治 OK 那清光眼它通常是一个眼睛 还是两个眼睛都会 极性清光眼通常是一个眼睛先来 慢性清光眼通常是两个一起来 当然是多少的程度 有一个眼睛说不定严重一点 有一个眼睛说不定轻微一点 但是慢性清光眼通常都是两个一起来 OK 清光眼刚刚一开始也讲到 是因为跟眼压有很直接的关系 那眼压有什么方法去控制吗 有很多方法 基本上是点眼药水或者雷射或者开刀 OK 第一都是用药物来控制 有很多种药物来控制 有 眼压的这个 OK 吃的药 有点的药 有打针打到眼睛里面的药 打一针为吃一年的药 OK 有很多种药物来控制 但是药物控制不了那就雷射 雷射控制不了就手术 OK 清光眼就是眼压膏 药物就是疏通排走压力的那些管道 哦 懂了 雷射也是疏通排走压力的管道 而手术就是眼睛打一个洞 让那个疏压 对 让那些压力从那个洞里面排走 OK 我们平常眼压膏除了清光眼还可能造成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病症吗 眼压膏伤视觉神经 第二就是伤角膜 角膜也会变模糊 哦 OK 所以眼压膏这个东西 它跟清光眼不是等号 但是平常我们是什么状况下会碰到 可能让自己的眼压膏 基本上清光眼是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 要医生来的 不是说你看书看多啦 不是说你休息不够啦 不是说你喝水太多啦 当然喝太急性的喝太多的水 有可能会让眼压膏 也不是说你血压太高了 血压膏跟眼压膏也没有直接的关联 有间接的关联 OK 基本上来说清光眼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要医生来帮你控制 OK 当然清光眼之外啦 我们如果今天讲眼压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 哎呀我今天眼压膏 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觉得大概就知道自己是眼压膏了 眼压非常非常高的时候 会痛会不舒服 胀胀的 会模糊 会怕光 OK 但是一点点眼压膏 早期的伤害 就是你的视野会差 他伤的是旁边的视力 慢慢慢慢慢慢就伤到中间 也就是说你盯着人看 就看不到旁边的东西了 你看东西可能缺了一个地方 有一个部分视野没了 OK 我们有怎么样方式 去控制自己的眼压正常吗 眼压正常要 如果不正常 要点眼药水来控制 那如果 没有吃的 没有运动 没有任何所有其他东西 可以让你自己眼压膏 OK 要只有用药物来控制 因为那个眼压膏是 疏通眼压的那个管道 慢慢慢慢塞了 OK 那个塞的那个管道 你是没有办法 自己去让它弄通的 OK 我如果日常平常保健一点 是不是就容易 比较容易去保护 不要变成是眼压膏 眼压膏如果是发炎造成的 那你可以保护 但是如果眼压膏 就是因为你生下来眼球的结构 那个排水的那个管道 人家生下来的那管道宽的 它一辈子都不塞 你就像你家里 你建屋子 你那下水道装个小小的管子 那么说不定一下就塞 对 就是所以遗传因素决定 你什么时候那个管子会塞 OK 你生下来管子比人家小 OK 今天懂了 因为会这样问是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误觉 就是说有一个盲点 就常常讲说 哎呀我今天眼压膏 这个不能随便讲 因为眼压膏是有一个真正的 因为遗传或者造成的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结构上的 眼压膏是自己感觉不出来的 对 但是很多人说 哎呀我今天眼压很高 就像眼神 不舒服 就像眼神说 哎呀今天我胆固醇高 哪里感觉到自己胆固醇高 他觉得昏昏的啊 可能就是 所以眼压膏是感觉不出来的 除非是急性的高 正常人的眼压是十五十六左右 超过二十就不正常 但是你二十几二十一二三二四二五二六 你感觉不出 打个比方你血压一百二正常 你一百三呢 不感觉一百四也还好 你不可能知道你自己现在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 不可能知道 就像你血压一百正常 你感觉不到你自己现在一百二的血压 感觉不到你今天是一百三的血压 眼压一点点高感觉不出 除非非常非常高 今天谢谢罗医师让我们知道 其实不是只了解了清光业 更了解眼压到底是一个什么 眼压膏跟眼压的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正确的认识它 对 今天谢谢罗医师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